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茜凯 杨茜 博物馆 杨茜 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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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进到 谁的时间在改变的场 那整个 因为你要探讨这个 谁的时间在改变的场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所有的电池学里面 高师定理、安培定理跟认识定理 那我们就看到 整个的安培回路定理等等 都会进一步的做修正 那这个整个修正的结果 就是我们讲的整个max weight equation 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都会有所的一个交代 那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整个在fundamental的 那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在进识跟进电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k1是等于0 然后bivergent D 是等于周 那这个是在进电里面的情况 那后来我们又讲了就是说 d跟1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d跟1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是用ishon的比例常数来看待 那其实这个ishon的话 本来是一个这个matrix 也就是说各项都不同性质的 换句话说 对d displacement vector的部分 各个component可能受到 其他方向的电场的影响 但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为了要方便取见 我们说对一个linear 然后isotropic的material 那d跟1的关系呢 我们就进一步的把它简写成 这个ishon呢 是一个比例的常数 而不是一个tensor的情况 这是在进电的情况之下 那进尺的情况之下 一样的我们看到 我们高斯定理 是diversion的d是等于0 然后kh是等于j 这是对进尺来讲的话 那我们看到v跟h之间的关系 一样的v和h 那有一个也是跟介质有关的 那这个跟介质的磁性相关的 这个常数在这里 那它原来也是一个matrix 那因为同样的 我们考量这是一个matrix 如果你考量一个是linear的 isotropic的material 那我们这个matrix 这个matrix mu呢 就把它简写了 变成很单纯的是一个比例常数 这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个情况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考量这个过程跟这个过程的部分的话 它全部都是所谓的没有时间含隐含进来的一个物理量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时间的部分引含进来 那这件事情其实当我们在考量词学的时候 跟电学的时候 为什么会想到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在我们考量电场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电场 它是在一个conducting median里面 OK 那你有电场的时候 电场就会引起电子的移动 那电子的移动的话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电流 OK 那这个电流呢 接着你看到 你有电流的时候就有current density 有current density的话 就会有产生磁场出来 所以说 在有电场 然后跟电流相关 再产生这个磁场的部分的话 过的是H号 直接把它写成H OK 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会一步一步的看到 其实这边的电场 跟这里的磁场之间 可能有某些相关联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想探讨的 就是 一和 电场之间跟磁场之间 它的关联性 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这一张的最主要的目的 好 那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你会看到一个 我们看 主要的在静电学里面的话 你的刻意是等于零 如果 我在电磁学的电场感应里面的话呢 考量我的flux的linkage OK 那 这个fluxlinkage 要 随着时间 来改变 换句话说 我可以考量我的fluxlinkage 它是时间函数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情况出现呢 那 其实在实验上面 非常的清楚的看到 你们其实在 普通物理的实验里面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当一个区间 区域范围里面 这里面 的fluxlinkage 如果随着时间 在改变的时候 那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区间里面 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OK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就是 我们把这个 感应电动式跟flux 在改变的这个物理量 两个 如果你把它合并起来的时候 在 整个感应电动式 我们说在 这个区间里面 所产生的一个感应电动式 我是可以用 这个回路 e.dl 在这个回路里面 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式 这感应电动式 是跟什么有关 是跟 在这个区间里面的flux flux就是 v.ds 它随着时间 相关 OK 那这个是随着时间的相关性 到这里为止 是我们所谓的法拉第定 然而这样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final的结果 为什么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去 仔细的观察这个感应电动式 产生的 这个感应场的部分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感应电动式 产生的方向 是 随着这个flux 随着时间的变化的负质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 这是认识定理 它所看到 在认识定理里面 基本上面已经隐含了 能量的一个守恒的概念在里面 也就是说 在这个区间里面 如果我的flux 随着时间要增加的时候 我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这个感应电动式是 要让 阻止这个flux 增加的一个物理量 OK 所以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 把它放在一起 在补习班还是很认真的 到每个教室去写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把 这两个关系是 e.dl 它是 一个 封闭的回路哦 你一定要在这个封闭回路里面 看到的感应电动式 OK 那它就等于负的 rong v rong t dot ds 或者你直接把它写成 rong rong t v dot ds 在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它一定要有一个封闭的回路 你才可以去看到 这个感应电动式的产生 第二件事情是 这个感应电动式的方向 是阻止这个flash linkage OK 增加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关系里面 其实很简单的 我们说在静电学里面 静电学里面的时候 所谓静电学是什么 我们的单位时间里面 随着 随着时间 我的磁场 是等于零 OK 不会随着 磁场不会随着 这个 磁通密度不会随着 时间改变 那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话 当然 这个部分就等于零 那这个部分等于零的 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面 有stuff theory 你可以看到 这个面积的积分 这一项是等于零的 OK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在静电学里面 我们看到的 刻一 是等于零 这个条件 这是在静电学里面 你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里 这一项 和到这边为止的这个整个的结果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已经把认识定理的负值 就包含在法拉第定理里面 叫整个叫做法拉第定理 OK 那这是 第一个我们对must way equation 那整个的一个modulat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modify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关系是 就是我们把它变成法拉第定理 随着时间变化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经验学 这个关系是 好 换句话说 当一步一步的东西过来的时候 这法拉第定理 也是我们must way equation里面的一小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在大一个普通物理里面 那已经有一些伏笔在那里面 在这里面 的一 这个一 基本上面 我们是把它当作 这个感应电场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 这整个的 随着 这个区间的 plus在改变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场 OK 那有同学 我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万一如果你 没有 没有这个 一个close loop的情况 这个close loop 如果不在的时候 那会不会 看到你的感应电动势呢 我告诉你们 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一旦 因为你在 这个整个区间 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说我把一个 环 金属环 OK 那这个金属环 吊起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你们每一个同学 都可以去做 我好像办公室就 有几根磁铁 可能等一下下课看一下 你把它吊起来 这是一个金属环 我把我的磁棒 放进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金属环 会怎样 会移动 也就是说 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应电动势在移动 怎样的 我把磁棒插进去 金属环会不会受影响 不会 完全不会受影响 因为它不是一个close loop 所以它没有办法 induce一个感应电动势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到底flux的改变是多少 你是算这个区间呢 还是算整个区间呢 OK 所以这个close loop 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是在这个close loop 内部的flux 改变量 你才能够去 看到一个感应电场的一个产生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这个结果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 例子来说明 假设 这个空间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给一个场 这个磁场呢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它不止随着时间在改变 它还随着位置在改变 那我把这个金属环 我们就把它直接放在 SY平面上面 OK 那我说金属环的半径 如果是B 那我们就说 我问一下 在这里面所产生的感应电动是 它到底是等于多少 好 那对这个问题是 简单也是非常单纯的 就从这里面的概念里面 第一件事情 你先必须要把 这整个区间里面的flask 你一定要计算出来 那你的flask 就是V.bs 那这个bs是这个区间 整个面积里面的flask 那这个计算 我相信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吧 对你们来讲 OK 那就是B0cos2b分之πr 然后乘上 因为这是r有关系的 所以你的a 比s的部分 应该就是等于2πr dr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随着时间在改变的物理量 是sine的 Omega t 这个物理量 OK 那这个s的积分 因为我们的半径是到v 所以你从0 积到v的部分 那去把它积出来 把这个积分的结果 π分之8v平方 2分之π解1 v0的 9Omega t OK 那你现在你的感应电动是 就是负的 这个随着时间改变的物理量 所以我们说 一雄是等负的 对时间的改变 OK 换句话说 你现在 这整个的 前面的部分 都跟时间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造型下来 v0 那对时间有关系的 sine的部分 变成cosine 然后Omega 把它放进来 在这里 如果 我放的不止一扎导线 我说我这边是有N扎 N个t 那每一个的感应电动式 都是这么多 所以N扎以后 就好像一个电池 是把它串联起来 那你这边就要乘上N了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结果 那完全看你这边 放了多少的导线 每一个导线都产生 同样的感应电动式 那就是相当于这边 一堆的电池的串联 那 我们的N值 就引进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 才对 OK 那这边有一个 你要计算这个关系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 Table A平方分之一的 Cosin AX 加上 A分X的 Sin AX 好 那个 积分表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整个积分的一个结果 OK